以色列多次空袭加萨医院引发舆论哗然 而宜君也公布了影片宣称 在加萨北部的医院周边 发现了哈马斯地道入口 指挥中心还有火箭发射器 指控哈马斯用医院作为掩护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6号公布影片 宣称他们在加萨北部的清真寺附近 发现了一座火箭发射场 指控哈马斯用清真寺作为掩护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以军5号宣称 在加萨北部的谢赫哈马德医院周边 发现了哈马斯的地道入口 指挥中心跟火箭发射器 想借此合理化对医院的空袭 面对以军指控 哈马斯官员召开记者会严正驳斥 说那是存放燃料的地方 哈马斯官员还呼吁联合国秘书长派遣国际委员会 战术性停止攻击的可能性 不过以色列总理似乎没有松口 另外纽约时报报导 以色列当局正私下游说各国 希望在埃及西奈半岛建立难民营 收容巴勒斯坦难民 但遭到多数国家反对 他们担心这会让加萨的200多万人 永远失去家园 无联者编译